综合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电子报等媒体6月19日报道 一年一度的汉光40号军事演习将于7月22日至26日登场 过往汉光演习的演练科目都会将演练部队 划分成担任攻击方的红军与担任防守方的蓝军 让这两大阵营进行对抗演练 但有消息称 今年度演习将取消 这个持续了数十年的做法 意味着今年的抢贪作战 夺取机场等演练不再有红军的加入 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 星期二受访时证实 上述决定是由台参谋总长梅家树做出 目的是要以台军最高指挥部发出的真实模拟想定进行验证 无需通过所谓的对抗模式来推演 并形容这是教师界的做法 针对外界质疑此次变动 是否军方希望降低两岸军事对峙的敏感氛围 顾立雄否认称 两者完全无关 除了取消攻击军以外 受上述变动影响 本年度汉光演习 还将取消连云空降演习 连星登陆操演等连自豪操演 不过这也不是台军首次取消这两个操演 早在2021年 台军就受疫情影响 取消连云空降操演与连星登陆操演 由于临时取消模拟红军的攻击军部队 军方高层正苦恼如何诱导防卫军进行反登陆 反空降演练 这更将使海军陆战队 陆军散兵部队等军兵种少了一个大型士兵演练的机会 会影响台军两栖空降战力维持 顾立雄取消攻击军仪式 引发了台湾不少人的不满 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 接中也认为 上述做法恐怕让今年的演习计划 部队战备的验证效果大打折扣 台湾地下人愁 大型训练场不足 中等规模以上的对抗演习本来就不够多 汉光演习本来就是依照真实想定操演 加上红蓝对抗演习 才会增加实战化程度 若汉光不做对抗操演 代表台军年内也许就没有以共军三七立体登陆为 想定的实兵操演了 接中还说 红军做法取消的背后或许真有其他因素 毕竟顾立雄对外公布的原因过于薄弱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在此前回应有关台湾汉光演习的问题时表示 就台湾纳点武器装备 还有台军演习的那个水平 连我这个外行人都看不上 这完全是历令致婚的做法 他们这么搞只能是死路一条 民进党当局咨询死路不要紧 不应该绑架台湾2300万民众当人质做炮灰